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苏尔大树为您带来的多款直播比赛解说,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2年的ESR马来西亚战败者组的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那么对战的双方是来自于西欧赛区的两支队伍OG和MIMI。 那这样比赛一上呢,我们就看到OG是拿出来了一个炼金术士,而Secret这边则是逃出了卡尔、锤妹、电棍,然后小白加上海绵几个英雄。 OG除了炼金术士之外呢,5号位拿出来的是一个凤凰,然后3号位的马尔斯,4号位协影方灵和一个中单的女王。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两边倒是都拿出来了一些还算比较有意思的英雄,不过这个1号位的炼金术士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呢,现在我们还不是很确定。 新版本对于炼金术士而言的话,它确实是有一些改版,但是呢,这个改版的幅度,或者说实际价值呢,我个人感觉一般般,就到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个人感觉一般般。 因为它其实主要就是当你给自己的队友去养了A杖以后,你自己本身不需要拥有A杖,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A杖的加成,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 但是呢,也就只有这一个,对吧,也就只有这一个,其他的改变的话,我觉得并不算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改版。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前期跟战位的一个情况。 战位的话,炼金术士这边跟自己的队友一起是站到了中落,看来在中落这里还是有一些想法,而且从对方的战位来看的话, 两边都是在这个河道这里沿阵一带,然后Restlustion在左上角楼梯这个位置,一边破雾呢,一边来看着这个神服的位置。 电棍和海绵两个人现在开始往下走了,Restlustion那样比赛拿出来的是一个垂妹,OG这边呢,整体的一个阵容来说的话,感觉无了炼金术士以外,其他都还是比较常规的, 看一下这里神服还是被油给控掉,那OG这边的话应该是可以双服,对方已经拿完了下路的双服。 这样双方各自的一个开双服开局并没有耽误什么时间,炼金术士的话估计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是选择加了这个瓶子, 一级仍然选择加了瓶子,没有去加自己的一个地精贪婪。 欢迎油管里边的新会员,会员续费,谢谢老板。 那么现在卡尔这个点啊,现在卡尔这个点在中路跟女王对线的话,无疑肯定是不太好打的, 因为卡尔现在基本上前期就是确定你只能去走一个冰雷卡路线,火卡所有的加强都来的比较晚, 那么冰雷卡的这边呢,他的加强来的比较早,所以收益明显是要高于这个火卡的。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个人感觉他这个改动吧, 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卡尔英雄本身他的优点就是他的变化比较多, 然后可能性比较多,而现在官方下场,对吧,官方下场直接是把你的这个前期去加火卡的一个收益人为的降低, 而且降低的比较严重,这个也就逼着别人大家都只能去走一个冰雷卡的那个路线, 我觉得还是不太令人满意,这关凤凰直接是干扰对方的一个拉野, 导致对方只拉到了一个远程兵,不过只拉到远程兵也好, 这个远程兵会被野怪消耗掉,不让对方补刀的话也是一个收益。 那么前期的对线来看,中路和卡尔和女王两个人现在基本打了一个互赔, OG在两个边路上面现在都是有一点点的优势, 马尔斯那边呢,他跟电棍的对线一般来说是不太好对, 但是到目前为止,前两集的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 海民这一块呢,一直在和OG这边5号位的一个凤凰两个人在互相伤害, 那么对于凤凰而言,你愿意拉野,只要野怪打不死兵线, 那么他就可以接手,那野怪死了的话, 无非就是我跟你换一下这个,我跟你分享经验, 这个影响不大。 下路马尔斯加凤凰的这种二人组的话也是比较可以说历史悠久啊, 自打马尔斯这英雄能上比赛以后就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宝弹组合。 新人主播。 那将比赛这个优势,优势这个位置要自爆吗? 没有,居然是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视野, 让独身之地砸晕,然后再接着往前追, 一轮和接啊,还是血量有点独爱这个英雄, 不过优势的这个走位掉血还掉的很多啊, 开开这里赶紧磕一磕树, 然后把这个兵线给他拉回来, 下一波兵线也过来了, 小Y呢一直是站在这个士兵骑手边上, 让士兵骑手给自己回回血, 小Y这边想拉野的计划又失败了啊, 看看下路这个地方ETF, 感觉很危险, 但是好在电棍这里是被对方给到了一个, 这个Cresslice的电棍是被给了一个减攻速, 第二下这个平位A不出来, 也是让ETF的这个血量更加安全一点, 现在打了三分多钟的情况来看呢, 秘密在边路逐渐的随着等级的提升, 开始找回来一些自己该有的状态了, 但是电金这边没人管啊, 电金这边压不住, 小Y加上这个垂魅两个人去压有点压不住, 哦,感谢5889老板的100凌鸡打赏, 谢谢老板, 雪中送炭大叔,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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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老板支持, 哦, 小Y这个地方给上, 然后全面砸晕, 两个人和接这个瓶子来得集中出去吗, 没来得集中出去, 但是自爆成功, 炸晕对方两个人, 完成了对方的一波一换一, 而且这一波Yuri是成功的完成了自杀, 没有让对方拿到一血, 反而是让自己的队友拿了一个一血, 这真的是好开心啊, 对于Yuri来说, 这个自爆他没有来得及扔出去, 但是这个东西他自爆了, 自爆了开心, 那这波打完了以后, 秘密在前期就吃了个很难受的亏, 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个亏, 明明是可以拿到对方连金的一血, 结果对方自杀成功, 然后还让队友拿到了一血, 非常小花仙开镜啊, 小花仙这边自己等于拿了一个单杀, 经验等级上面一下就超过了对方的球外, 看看这块你砸晕, 想要我直接一个瓶子扔出来, 打断你的转转锤, 小花仙这个位置再往上追,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收益了, 现在链金的这个血量的话, 基本上不太可能能直接打得死的, 说说换麦克风了吗, 声音有点不一样,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笔记本自带的麦克风, 所以他的声音难免会不太美妙啊, 不太美妙, 这个别着急大家, 在过些点, 天爱的之前, 我会尽量把它调整好, 这里缠一下, 再给一个平A, 这个缠了一下还好, 一下并没有掉太多血, 女王在中路这里被给上一个急冷, 再加上几个平A, 再加一个瓷棒, 蓝量直接被炸空, 女王在中路现在对卡尔的时候, 由于卡尔这边呢, 他身上的等级已经上来些了, 好血好不过了开始, 而且妮莎的这个卡尔打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他的冰雷卡打的并不是那种, 就是消耗为主, 他的进攻运往比较强, 看看这里U-ray的炼金术室, 在这里吐一口酸污,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跟对方要打吗, 这是好像是有要打的想法, 但是花仙的这个控制时间不够啊, 这两个人的伤害也不够, 你感觉自己要死啊, 反而这里砸飞, 然后再接着往前追, 再往前追, 这里给上一个祖宙王冠, 那这样Restu身应该就不追了, 那小鸡被对方Restu身给A掉, U-ray这一波呢, 也是全身而退, 两个人在上路打得非常的极限啊, 技能给的都, 每次都是卡着剩一点点血, 很危险, 每次都是有一点可能性被对方给击杀掉, 经济来看的话, 林金在上路, 由于他现在前期的一个补刀, 很难形成有效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补刀, 所以经济领先的很少很少很少, 只是跟妮莎的卡尔差不多, 而女王, 垂妹, 还有马尔斯, 几个人的经济基本上是持平, 电棍稍微少一点点, 马尔斯这个地方, 这个长宝给的, 又烧一下, 快速拉斯的电棍这样, 比赛在下路日子过得好惨, 因为有一个凤凰而保他的是一个海民, 海民这个英雄是完全杀不了凤凰的, 因为这个打不过, 降游打不过, 所以导致对方也时不时的经常来骚扰这个电棍, 暂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从前期的一个对线, 气氛当中的一个效果来看的话, 现在妮莎的卡尔, 有点东西, 确实有点东西, 这个士兵起手还被反不掉了, 这个士兵起手, 女王也是真的不敢上去, 却浪费时间, 卡尔的一套技能衔接的实在是太舒服了, 直接就是一个磁暴, 几枉吹风, 一套临机上去, 完全不给你任何去, 真的是完全不给你任何去投好的机会, 这套的技能衔接太轻松了, 就是先把磁暴丢出去, 然后马上给你一个激冷, 打断你的一个这个Bling的抬手, 然后紧接着就吹风到脚下, 然后落地以后又是一个激冷的悬晕, 打断你的Bling抬手, 一点办法都没有, 哦呦优瑞这个地方要死啊这个, 赶紧跑, 跑在身上是有一个种子, 然后这边再开一个大招, 毁了很多的血, 好危险, 女王这边过来以后呢, 抓到了对方前来做视野的一个小白, 这个小白还差一下儿, 两下儿, 这里人头还行, 小白这里是想去送这个, 把人头送给对方的小花仙, 但是没有成功, 女王这里是及时的一个平A跟上去, 这样练金在上路经历了一波非常危险的, 一个差一点点被对方击杀的一个情况之后, 现在的经济开始逐渐有点要拉开的架势了, 等级上了还是可以, 现在练金术是4500的境界, 9分钟不算肥, 但是还算可以, 看一下装备准备出的是什么, 还是走了一个灰奥的路线, 但是对方现在已经开始要入千野区了, 冰雷卡在前进入千野区的能力还是极强的, 说是最强的那一档也不会过, 那么小Y这里流的过来以后, 对方正是有眼的, 绕树林, 卡尸角, 哦, nice, 对方也是在高台这里做了一个眼, 但是在插高台眼的这个动作应该是被两方发现了, 那么待会小花仙应该会过来把这个眼给它排掉, 连金术是要磁爆了, 提前在自己的脚底下放一个种子, 开始就给上吹风, 挤磁爆, 炸一下出来以后呢, 但是身上有一个阻挠王冠, 那secret也不敢贸然的冲进去, 毕竟这个是炼金的依法, 炼金术是这个英雄的话, 队友一定会TP下来落地支援, 再加上女王目前一直在中路不等级, 炼金这也给技能锤妹直接大招砸下来, 接转转锤, 漂亮, 那这样呢, 又在这波跑不掉了, 对方这一波的对于炼金术的压制做的非常的坚决, 杀不了你我不走了今天, 就在这个野区等着你, 有关上说这个声音一卡一卡的, 这个是网的问题同志们, 现在是网的问题, 那我看一下好像是网卡住了, 那这边直播这样的网断了, 大家稍等我去调试一下, 好像好像回过了, 这边应该是正常了, 应该是正常了, 不对, 好像还是有点不太稳定,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 先看一下这波, 等这波打完了以后, 让马尔斯大招给出来以后, 小花先开大招, 能不能直接杀掉这个电锅, 还差一下漂亮, 这边电锅被击杀了以后, 女王不定格过来, 直接一个吼送走对方, 那还行, 这波还可以, 现在炼金术士在被对方断了一波节奏之后呢, OG也开始有意的去进攻一下对方的大阁位, 来吸引对方注意力, 但是秘密似乎是并没有打算过来去救援的意思, 而是一心的想要去抓这个炼金术士, 炼金因为自己的队友在下路活动比较多, 所以自己主动的也是在往下路靠, 来到了下路自己家的一个远古野区在进行发育, 天棍这个地方还是只有一个海民在周围给他放哨, 不过看这个架是, 对方似乎是放弃了, 这波放弃了, 因为看到了对方有一个海民在这个周围, 这个冰枪, 哦, 这个冰枪好基线啊, 这个位置给的, 全面一大招往下砸, 直接拍约, 转转全秒掉, 凤凰在远处变了一个蛋, 但是来不及啊, 这个蛋变下来的速度太慢了, 砸下来的速度太慢了, 那么现在团队经济方面两边基本上还是持平的一个状态, 主要是电棍这边比较穷一点, 但是对方的炼金术士呢, 那经济也是一般般, 女王的经济也不太好, 凤凰这波最后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感觉OG这段时间打的又开始有点迷路了, 待会看看炼金出来以后吧, 炼金现在的经济已经是有了4000块的一个总经济, 够他自己去, 3800已经买出来了, 买出来的话小鸡可能会选择先回家, 我估计应该是先回家先不送过来, 待会直接送一个灰药过来, 因为目前他所带的一个位置有点太危险了, 小鸡如果在这个时候死了的话会灰, 看卡尔这里又是简单突爆的一个磁暴, 急冷吹风三连, 消耗一下对方的女王, 那装备上面的话卡尔里边是假腿, 然后应该是在做巫师之恩, 应该是在做巫师之恩啊, 今天的这个网络好像有点不太稳定, 我这边重连一甲, 重连一甲换了一个补给, 好,继续来看, 上路这里小花仙开启自己的安置镜以后的这个缠绕放的还是不错的, 一个人已经拖了对方很长时间, 又四个人呀, 这个小花仙这波真是好惨, 电棍这里追着对方的女王, 但是女王没死, 马尔斯大招多, 再加上一个长矛, 随美过来支援一下, 然后再落下了一个海绵, 凤凰直接变弹, 对方三个人合接, 这个弹保不住了, 而且马尔斯也被对方支援回来的小歪直接留住, 不漂亮啊, 秘密的这个支援, 秘密的这个支援时机选择和他支援的这个速度突然间回到了他们巅峰期的那个状态, 巅峰期的秘密支援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前期对线我不支援, 但是过了对线期以后的这个支援速度要多快有多快, 来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那这波打完之后, 卡尔现在的等级已经是来到了十级, 巫师之恩在手, 五级的雷, 四级的兵, 然后现在有一级的火, 估计要开始慢慢的补火的等级了, 炼金术的经济线8300, 灰尔已经到手, 已经到手, 下一个装备直接是要做跳刀来增加打架的能力, 凤凰要被秒了, 这波救不下来了, 卡尔这里又是一个吹风, 加上一个死暴, 瞬间炸死对方的小花仙, OG两人直接被秒, 那这波团又打不了了, 这个炼金术是, 能不能逆天就看这个炼金了, 但是我总感觉炼金术是这个点,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的逆天改命, 尤其是在他现在的经济优势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情况下, 现在炼金术是在经济方面的话, 因为灰尔刚刚到手, 这个是他杀钱的一个黄金切, 下路的一塔给他拔掉, 团队经济的话现在并不吃亏, OG是除了马尔斯之外, 剩下四个人开了一波雾, 但是炼金还没有拿到自己的手刀啊, 小Y站在这个位置, 小Y的这个位置站在, 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他作为一个破雾的放哨岗位的任务, 16分半, 那么炼金术是经济上万, 这个速度, 厚多佛佛吧, 就算是比较正常, 电棍的经济仍然比较惨, 但是对方的女王也很穷, 不得不说本格马的这个女王将比赛, 确实经济上有点差, 应该不能说是队友不能帮他打架, 因为马尔斯想发现凤凰这些英雄前期打架的能力都还是可以的, 得凤凰飞机树林, 然后呢, 看看对方海民的兵墙并没有中, 电了给了一个等力资场, 开着视野, 跳刀第一波出来, 直接给上女王过来吼一嗓子, 但是没有后续的控制技能, 马尔斯离的实在是太远了, 这场TP也选择就不落了, 继续在对方家的野区刷钱, 没有打起来, 让炼金术是顺利的刷出来了自己的一个灰耀, 并且拿到灰耀之后, 这个阶段感觉秘密的战斗力有点不太够, 而且马尔斯的经济并没有落后, 只有女王稍微穷一点, 降业位的经济也差不多。 那今天这个网络好像一直是不太稳定啊, 我一直不太稳定。 我看一下, 今天这个直播的, 这边观众, 看女王这边被拉住以后, 来没来得及, 这个拉去被断, 然后马尔斯放一个大招, 过来以后看一下对方的海民直接被血球滚出来, 然后呢, 这边马尔斯的位置放得非常好, 把对方直接是还是让他留在里面, 暂时出去, 给自己的队友争取一点点的时间, 最后一个端收到对方海民的人头, 这波还可以。 今天的网络这边观众一直表示说不太稳定,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看一下这里, 电关已经拿到了自己的BKB, 开着自己的BKB往前追一下, Cresseline这波开着BKB上去了以后呢, 凤凰直接变弹, 把对方所有的人全部逼退, 那电关的BKB第一波并没有打成, 链金术是逐渐的开始把自己这个英雄的优势给找到了, 那目前他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一个疯狂刷钱, 并且每次打架都是依靠着一个开着大招的情况, 情况下对方的爆发不足, 没有办法快速的秒杀掉他这个特点, 那么发挥出来自己的一些作用, 而且BKB也快出来了, 有了BKB之后, 链金术是可以把对方的卡尔之类的英雄往后赶一赶, 那也可以配合马尔斯的大招和凤凰的大招来, 在短时间内对对方的点固标形成一个有效的威胁, 尤其是卡尔, 对方的这个阵容其实输出有点不太够, 那这场比赛我是觉得如果链金术士的装备更好一点的话, 就是他自己的装备如果更好一点的话, 或者说他的肉度够高一点的话, 那么对方有可能会出现打不死的这个情况, 然后最后再继续准备打不死的这种情况, 就是他自己的组织这个情况, 有了, 有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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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开悟联金术是直接开始大招打头阵 那么有没有视野 现在好像是没有视野 他们在这个区域没有视野 选择让小花先往前探 没有探到人 回到中路以后准备是去清理一下 抓一下对方过来清明线的人 不过这波秘密很谨慎 从侧面过来了 这样练金的大招应该快到时间了 赶紧走 这波不走的很危险 对方赶上了 有没有先手 不行 全美离得太远 卡尔离得也太远了 全美可以开大进场 但是卡尔不行 卡尔离得太远 这个时候Secret的选择是直接往上路过来去抓对方的女王 觉得这个女王应该短时间内不会走 但是这个必须是要小花先手 可以直接拉住卡尔街天火 一套combo nice 带走对方的女王 以后练金数是现在没有大 这不是要打吗 不会要打吧 这不是练金数是现在在什么样 还打招还没有CD撞好 来的时候太晚了 练金数是上来以后大招开起来 马尔斯的长毛并没有来得及盯住 对方开启了BKB 那这样的话ETF有点危险 也开启BKB 风风变弹给上大宝剑 卡尔一发天火并没有中 练金数是有机会了 这个是完美的练金收割节奏 对方的输出线已经不够了 女王一个大打中四个人 漂亮 再加马尔斯的一个长毛 女王上来再留住 Ruston这波难逃一死 还剩了一个卡尔 被对方的练金数是盯住 又是一个缠绕 给上去 粉已经提前撒好 燃烧瓶丢出去 两个瓶A直接带走 五人团灭 nice 这一波团战马尔斯和练金数 实在是太顶了 秘密也着实是 发生了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问题 刚刚我说过的那个问题 是什么呢 输出不够打不死人 这波团战输出的话 卡尔打了3000多 纯尾打了2800 然后呢电棍也打了2000 如果你单看这个数值的话 是不算低的 但是问题在于缺少 严重缺少一个有效的点爆发 导致这个练金数是打不死 要到了是吧 今天直播的这个网根是一直不太不太不太给力 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等这张比赛之后吧 这张比赛完事了以后 我再调试完 好吧 先将调一下 练进这里也跳过来 对方变雪球 躲 好 手好快 这刚夸完 手好快 这就 好吧 好吧 他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想要把自己 也不是啊 他这个冰墙难道是故意这么放的吗 也有可能是故意这么放的 故意把自己卡在里面 不让对方的链金拿人头 我能想到的大概也就是这个理由了 马尔斯现在身上是做了一个A杖 他选择是在BKB以后 ATF这边还是很喜欢做A杖这个东西 习惯性的去做一个A杖 A杖这个玩意儿对于马尔斯来说 怎么说呢 他不是说没用 他不是没用 他只是说 像ATF这么玩了命的 就是喜欢在BKB以后直接去出A杖 而不选择去做跳刀啊 做刷新之类的道具 首先还是比较有梦想的一个出装 哦 这个恐惧扔上来以后 队友这边流度在家花仙的爆发 RESOLUTION这个BKB开的可真的是够负面教材的啊 白白浪费时间 ATF这块开始BKB 开始自己的断 然后一个大招 一个长矛 盯住 漂亮 这边又是上路跟下路两边同时开花 而且马尔斯这块开给自己的三技能 以后卡尔的舒服点不太高 女王过来一个大招 妮杀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 小华仙居然也这么快的赶到了战场 女王过来一个BK加口 带走对方的女王 马尔斯非常精准的一个毛 炼金术士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人烧瓶 再加上减甲 又是无人团灭 又是无人团灭 这个输出是真的低啊 咪咪这个这种 其实中单卡尔加上这个 中单卡尔再加上这个 其实我是没太看懂的 就拍这个中单卡尔 加上一个大哥位的电棍 这个二人组总感觉 输出确实是有点不太够用 那现在在下路的高地 近战兵营被拆掉 远程兵营剩了一丝血 这些任务都搞定了之后 那么看一看 卡尔的这个天网没有中 ADF是开启了自己的3D能 然后一边慢慢往后溜达 玩家没有给对方机会 玩家没有给对方机会 上路这个位置 上路这个位置 电棍的BKB开出来以后 走得掉吗 女王有一个加速神符 在追 看看电棍下一个装备 做的是刷新 这里吸上攻击力 女王直接独标跟上 然后小华先开技能 再给堵住王冠 不给你任何用TP的机会 但其实电棍山上并没有TP 对方离得比较远 中路这边要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看看马尔斯这个场合 这居然没有中 这个运气确实差了一点点 全美开大招 往下砸 一直在救 妮莎这个位置 也是开启了BKB 往后努力的在跑 放飞过来以后 直接变弹 马尔斯大招并没有能够 框住对方的卡尔 但是帕比将这波 感觉有点难跑啊 ADF这里还在继续利用 自己的A章技能 在输出 连金数是跟上来 一个平A又是再一次 击杀到了 还比较 那这场比赛 应该说到这里 快进入尾声了 因为目前看不到任何 几乎可以说 看不到任何的 翻盘的希望了 秘密这个输出带低 而对方的这个 三号位和大哥位 两个英雄太肉 女王呢 第一时间不上场 对吧 女王第一时间不进场 也是让他们 非常的无奈啊 将OG领先着 16000多块钱的一个经典 这样比赛到目前来看的话 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秘密 还在坚持啥 他们现在打不死人 他们确实打不死人 输出完全不够 因为塔尔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 怎么说呢 他的输出 质变只有一个 就是刷新 两个陨石 两个推波 要么就是队友能有强控 然后刷新两个毁天灭地 这个就是他输出的极限了 而电棍不管你怎么出装 他的输出都永远是一个 大概也就到那样的一个固定数值 也强不到哪去 想发现这个地方 这套爆发好高啊 差一点点就能够自己单杀发必将了 那最后练金数值跟上来以后 一个人绕屏直接送走 那秘密现在是领先 落后着十个人头和一般六的警戒 游戏时间刚刚30分钟 OG这场比赛 待会就看他们能不能够直接去结束掉 这场比赛了 因为练金的装备 现在已经具备了去终结比赛的能力 跳刀PKB会要加强袭 下一个装备 他准备要对再去出 看是这波爆发够不够 陨石给上的话 那伤害就够了 nice 有买活要买吗 要不要买 女王上来先把小Y送走 小Y送走以后 这已经不打算买活了 女王有没有大漂亮 真的是不用大招了 完全不需要大招了 在对方一波技能用光 车后OG甚至不需要练金 术师的任何输出参与 就可以直接把对方的人全部打散 目前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还是对得起这个败者组决赛这个位置 因为秘密虽然在现在来看的话 将比赛感觉是已经被碾压了 但是实际上在前期或者说在这个前中期的时候 对于对方练金术师的这个压制 做的是不错的 讲道理是做的不错的 只不过确实没有招架得住而已 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阵容输出 确实是不太适合用来打练金这样的英雄 爆发还是太低了 ATF的马尔斯在这儿 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举着个盾 确实马尔斯举着盾 他的那个输出范围很大 然后只要你能活着 对吧 你要能活着 你这个输出就不会太低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对方的阵容支持 对方的阵容得像这样比赛 秘密这个阵容一样 输出很低 对吧 超级低的一个输出阵容 你才能够这么秀 海边这块变成雪球 直接滚回来 然后缠一下 再给一套技能 电罐上来 直接秒 开咖啡秒以后 保持掉地上了 刷新第二个大招开出来以后 看一下凤凰 冲过来变弹 马尔斯开始自己的技能以后 一直在这儿挡着 连金术 是在人权当中 有点摸不到人的感觉 在等自己下一个条道的CD 马尔斯一个大招 非常精准 定住对方的电罐 长矛盯上去以后 那么ATF又拿到了一个人头 卡尔在远端 女王还在追 下一个布林格 看看能不能来得及 好像没有反应了 这波没有反应了 女王也是直接 布林格让追一下 但是仍然还是那个问题 从这边团战 还是出现了 跟之前一样的一个情况 就输出不够 看这个输出 对吧 卡尔只有42点输出 海民168 小Y干脆就是零 垂妹努力了半天 打了1000 只有电棍 拿自己这条命 换了2866的输出出来 电棍 这一波不在的情况下 杀不掉了 这个女王 没有垂妹的大招 没有小Y的强控 没有电棍上来的补夺 这个连一个女王 都已经打不掉了 马尔斯一个长矛盯上去 越漂亮 不得不说 ATF的这个 马尔斯 现在是真的感觉 比之前要练得 更加的 娴熟一些 哦 这练进术 是这波死的好冤啊 这是打算让ATF 直接立功去了吗 ATF自己 开始自己的技能 卡尔切了一个隐身 这个时候ATF 转身再给技能 长矛盯上去 然后盾牌举起来 一直在拿自己的 这个A杖 把对方戳死 ATF完成一个三杀 卡尔的天火 Nice 卡尔这波天火 我也是拿到了一个三杀 非常漂亮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一波团战 这波团战 应该是秘密最后的荣光了 可以说是 因为这一波团战 是在他们 趁着对方炼金术 是没有大招 把这个炼金 偷掉的情况下 然后还死了自己三个人 还有一个买活死的情况 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勉强的打过了这波团战 但是代价就是 现在他们全员都没有买活 唯一有买活CD的是这个电棍 电棍还差一点点的钱 马尔斯 这个时候技能开启来 举了盾 然后对方 你看那个电棍 打这个马尔斯 马尔斯几乎就不掉血啊 完全 白银子现在手里边没有技能 但Cressless藏不住了 小花间开启自己的作祟 以后直接抢杀 三个人围着两个人 被这个两个人给反杀了 锤威妹这个锤也没有锤到 ATF在一边往后走 一边拿自己的这个 A章技能在打人 但是似乎是因为 被吸掉了太多的攻击力 这个技能没有伤害了 他自己完全没有伤害了 那现在 马尔斯因为身上出到了 BKB加上撒弹 BKB加上撒弹 这个已经 有点无耻了 那练金术 其实他可以选择 也去做一个撒弹 或者做一个龙心之类的东西 也就打不死了 呀 又被铲了 这个傅晓晓晓好惨 OK 这游儿过来 马尔斯跑过来 一个人去打入山了 小花间这个位置 还是被卡尔给烧死了呀 一发天火 Nice 妮莎 妮莎的这个卡尔 这两国打的有点东西啊 你别说 22级卡尔有A杖 夹腿跳刀 加上BKB 嗯 炼金术是这波带盾吗 没有 选择是把盾给了一TF 看一下这个里边还有啥 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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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精是炼金拿了 炼金拿了也行 炼金拿了也行 自己给自己加一个恐慌 这个有恐慌药剂也不错 哦 这一波爆发 看一下队伍能不能玩的 就感觉有点难 Nice啊 女王虽然在后边 给到了一个大招 秒的小外 但是炼金还是被击杀掉了 女王这里再给上一个 好 马尔斯在哪 马尔斯为什么在肉箱坑边上 等了好长时间 哦 去控了 这不对啊 这双位之前就有了 马尔斯这边又选择出了一个水晶舰 完了 这ETF这波真的是大哥了 大炮都出来了 我怎么感觉 UG这段时间 他们是在 是在纯纯的在玩啊 这帮人 真的是在玩啊 其实想结束比赛 早就能结束了 但是这帮人开始不正统玩了 一直在瞎打 三五功夫在这 搞事情 感谢王老板的20号大厂 谢谢老板 大家说终于回来了 望一切很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支持 马尔斯要开始自己的三技能 过来 把这个塔给拆掉 塔给拆掉 这太太太过分了 这真的是太过分了 这个马尔斯 真的有点离谱 这马尔斯现在已经差不多400公里了 举着个盾在这 你别说伤害还真挺高 关键是对方的这帮人输出 都秒不掉他 如果对方把所有的爆发都打在他身上的话 这边又给上一个恐怖摇剂 给一个恐怖摇剂的话 这个马尔斯干脆就自己不举盾了 吃一个恐怖摇剂平A吧 然后呢 开始又举着盾在上头站着 哎呦 气死了呀 这要 BKB提前开出来 然后直接打着给上去以后 举着盾开始疯狂输出 这ATF变主输出了 离谱了呀 有一点点 炼金术是女王两个人被秒 现在还剩一个ATF ATF的攻击力现在好像没剩多少了 但是卡尔没有顶住 被大宝剑直接给弄死了 呃 现在马尔斯的攻击力被吸了200多 但是应该还有一百多 还有一百多接近200 看看这个马尔斯这波要焦盾 焦盾盾以后 队友能不能去把它保下来 我怎么感觉有点悬啊 这起身以后直接有一个兵强 冲着的方向也不太好 给上一个长矛 没有中 开紧自己的技能 对方的纯妹砸晕 这个说ATF再往回走 一边往回走 看看这个撒弹已经开过了 但是血量似乎没有吸回来 选择一张TP也被挤了 直接断掉 然后继续拿自己的这个 A仗技能在这里输出 要被电弓的板打死了 一直在打你的屁股 nice 非常久还剩一个凤凰 五人团灭 哈哈哈哈 要把自己给整活整没了呀 这个人 这是真的要整活 我把自己整没了 虽然练金两万六千七 马尔斯两万四 卡尔两万一 从输出来讲的话 不得不说的就是秘密上一波团战在秒这个练金上面 秒的还是相当漂亮的 小Y又是相同的一炮 卡尔的回天秘地有木油 再一次秒到对方的练金术实 这样马尔斯凤 两个人买活似乎也是有一点点的小尴尬 因为并没有来得及把对方的人赶抖救下来这个练金 大包剑跟上去 小Y的这个跳刀BKB 不得不说是本场比赛最亮眼的一个东西 因为对方没有什么无数无缘痛 看看要不要考虑一手大云锤之类的 中路的兵营 小Y虽然去了 但是他的蛇伴还在努力地拆除对方的建筑 这一波呢还行 中路的高地勉强算守住了 没有让对方给拆掉 其实有点可惜 秘密如果把中路的这个进战兵给拆了 这场比赛还真就不好说了 他还真就不好说了 在马尔斯身上的装备 下一个准备要补的是跳刀 他终于想起来 这个英雄好像大概似乎差不多 应该出一个跳刀这件事情 他终于把这件事情想起来 还有翻盘的希望吗 如果说秘密这边还能够再打出来一个 像上一次那样的团战的话 那是有翻盘的可能性 并不是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性 海明的地方直接被秒掉以后 海明的地方直接被秒掉以后 看一下女王BKB开起来了 链金的BKB也开起来了 这样的话 锤妹直接被秒 后往往追 克拉斯拉斯的电棍开起来的BKB以后 马尔斯他又来了 这个闹心的家伙 卡尔斯里吹风加瓷帽 吹几两个人 但是链金还是满血 链金开始输出 妮莎有点顶不住 这个时候选择原地一张TP 走得掉吧 他走了 漂亮 妮莎 极限情况的一张TP 回到了家里边 但问题在于 对方现在剩余的战斗力 还有点强 而且电棍跟锤妹两个人 是没有买活的 那这两个人没有买活的话 这两个比赛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画下句号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画下句号 我确实不太认为 他们还能够去顶得住 OJ的这一波警察 小白这块过来 给上一个技能 陨石扔出来 但是陨石并没有能够 定住对方的一个 连金术是 自己的牌比将绝备秒 小Y是被对方 马尔斯上来一个多 瞬间收掉 又是一波双杀 然后ATF跑过来 开启自己的一张技能 有点可惜 对于秘密来说 这场比赛 原本是有一点点的希望 看起来好像能够 去把对方给顶住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做到 好了 我是三号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 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这场比赛先来做到这里 暂时 这个直播间 我要去调试一下 这场比赛中间有点卡顿 影响了一些大家的观感 我尽量在下一场比赛中 给大家解决 感谢各位 咱们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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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